余大理代表 你發這個言有經過誰的受益 你是經過誰的同意 在美國這麼重要的主流媒體 去宣達台灣人準備戰爭 你是經過誰的受益 是外交部長林佳龍嗎 還是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 還是賴清德總統本人 直接打電話給你 叫你這樣講 你憑什麼代表我們台灣人宣布 說台灣人已經準備好一戰了 這待美國這個主流媒體散步之下 你要讓美國人都認為說 OK 台灣人自己願意一戰 所以我們美國不用出兵 台灣人已經準備好了 你要造成這樣的國際宣傳效果嗎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惡跟惡劣的行為 余大雷請你收回你這句話 收回你在服事電視的專訪 然後回到台灣回國立法院好好說明 我們駐美代表余大雷 當然我們對內稱大使 他們在他的官方的臉書上面 今天因為他接受了美國的Fox News 福斯電視台的訪問 裡面直接在他的臉書上 來導播幫我們帶一下這一張 直接公布說 余大使受訪時表示 面對中國軍事威脅 台灣人民有決心捍衛家園 中國野心導致區域緊張 歧視升高 台灣愛好和平 堅信民主自由 判積極參與國際社會 台美具有相同理念 判持續提升台美緊密夥伴關係 我覺得他這個 講的是有這麼直白的嗎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英文嘛 對不對 他說 台灣人民有決心 把國際社會對抗家園 對抗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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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是真的是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直面 不過我認為啦 中文跟英文的對照來說 中文的強度更勝一籌啊 因為中文是有博大精深 因為英文的話 這個用法其實也不能說完全是新的 但是當然從駐美代表書直接講出來 確實還是這個有相當的一個代表性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 這個旭誠哥 你怎麼看了 哇今天駐美大使要衝那麼前面了嗎 現在他是帶頭幫我們當國防部 國防部都還不能宣戰 因為宣戰的權力是三軍統帥總統 他就是先引戰嘛 直接引戰就對了 其實這個義兄 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同小可 這個是在大陸聯合利劍逼軍演之後 我們我方的一個重大的一個表態 我甚至也會覺得這是個轉折 對 實際上我去看一下福斯電視台的網站的原文 他寫得更赤裸 他就是說 他說這個余大雷啊 他說是台灣事實上的大使啊 他等於是兩國沒有建交 可是他就說等於是事實上的大使 說台灣人已經準備好一戰了 他的英文就是台灣人準備好一戰 這是福斯的標題 所以駐美代表處的臉書還算是修正一下 駐美代表處可能是根據他的原文做一個比較 和緩式的喔 那這個問題來了 那個義兄剛剛也提到了喔 我們常常講先 先外交在軍事 先政治在軍事 對 余大雷是我們的外交第一線人員 而且等於是我們的首席 外交官 不是 首席駐外代表 因為那個 因為對美關係是所有關係重重之重 以前是駐美大使 現在在駐美代表嘛 他一個外交的首席的一個代表 卻去說我們準備好戰爭了 這是什麼跟什麼啊 我們一個外交人員應該講 我們如何去維持台美關係 維持如何讓台美之間能夠順暢的進行 就他竟然跑去跟美國說 台灣人已經準備好戰爭了 請問你代表誰 你是外交官耶 你卻去搞軍事的事情 你是 而且尤其是在中共軍演之後 在我們這個國家的這個重大的情況之下 你去對於美國這麼重要的媒體 直接說我們準備好一戰了 這給對美國釋出什麼訊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余大雷代表他有一些爭議性的 被舉報的一個案子 現在正在查 我合理懷疑我要請教一下 駐美代表 余大雷代表 你發這個言有經過誰的受益 你是經過誰的同意 在美國這麼重要的主流媒體 去宣達台灣人準備戰爭 你是經過誰的受益 是外交部長林佳龍嗎 還是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 還是賴清德總統本人直接打電話給你 叫你這樣講 第二個 你現在有這麼多的這個爭議的案子在調查 你是不是想要藉此去轉移 你這些調查案子的焦點 順便向賴清德總統表忠 因為我們一直聽說 余大雷畢竟是蔡英文的 末期所用的嘛 是蕭美琴回來當副總統 這個參選人 余大雷才被重用嘛 所以他有濃濃的蔡英文跟蕭美琴的影子 那政壇一直傳聞啊 賴清德想要用自己人當駐美代表 你是不是想要對賴清德總統表忠 所以你講了這麼的辛辣的話 符合賴總統的這個喜好 我們這個台灣人願意一戰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不怕死 你是不是要對 這個美國釋出這樣的訊息 然後以對賴總統表忠 請你說清楚 可是這個事情 嚴重之處是在於說 當我們的外交官 都已經放棄了外交手段 直接淨付戰爭手段的時候 那我們台灣人的安全跟這個 生家性命怎麼辦 這是個問題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在今天兩岸已經 到了這麼緊張的時候 中共才發動一個 這個史上最靠近 又這個最多的艦隊跟飛機架次的一個軍演的時候 才剛落幕 你就迫不及待的對全世界宣告我們準備好一戰 這是什麼訊息 還有背後有沒有美國政府的因素 我覺得這東西都要去釐清 我覺得我建議我們在野黨 國民黨民眾黨的立委 外交委員會 立刻召回余大雷代表 問他你在美國講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你是要代表中華民國 對美國宣示說我們準備好一戰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相當的嚴重 而且是在現在這個聯合立劍B的這個軍演 剛結束之後 這個訊息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的有問題的 等於是釋放一個消息啦 對 就是說台灣現在態度是什麼 而且我們必須講嘛 就是說從駐外使館人員來說 我們的駐美代表就是第一大使 因為台灣所有關係重中之重 唯一重就叫做對美關係 那因為外交部不處理對中國關係 雖然這個吳釗燮在的時候 很喜歡越主代跑啦 那基本上陸委會 但陸委會現在也擺得很硬啦 那剛才我剛才趁旭誠哥在講的時候 我去幫大家做了一個搜尋 導播我們帶一下我的畫面 第一個這是駐美代表處 他放在他的官方網站上面 因為這個Fox News的記者 是到了駐美代表處去訪問 這應該雙向遠嘛 對 對這個地方去逛過 對雙向遠我去過幾次 我當學生的時候也去過 然後你看這一張你看 他大家呈現的一個 是這樣的一個這個場合對不對 我看到下面有一行小字 那什麼小字來 我們直接進到這個網站給大家看 這個駐美代表處 好 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然後他放文字報導 Read more上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第一則就是什麼 Taiwanese people ready to fight as China ramps up aggression 所以他意思是說台灣人準備好作戰 就剛才旭誠哥講的 但重點是他不是 福斯新聞看載出來我們可以理解 駐美代表是直接把他自駕在連結上面 這相當於他的官方立場就在這裡 沒錯沒錯 而且他沒有對福斯要求他要更正他的標題 因為這種專訪是可以要求更正標題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台灣不僅準備好去對抗中國 這句話就是說台灣準備好對抗中國 日語俱爭的這種侵略 OK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台灣還官宣 叫做official warms 官方警告 China Russia Iran working together 我們還有力量去警告 就是所謂的邪惡三軸心嗎 中國俄國跟伊朗 這個不是邪惡三軸心 這是布里辛斯基 國際地人政治大師布里辛斯基的遺作 大家還記得嗎 對不對 叫做大棋盤 對他說美國最擔心 最要擔心就是這三個國家 變得在一起 對 這大棋盤 哇我們現在是伊人對抗大棋盤理論嗎 我覺得這口氣氣吞天下 這不是福斯 這不是福斯給他亂扯的標 是他自己受訪內容講出來的話 然後福斯只是順著他話 他給他下個標 那如果你修正標 或你要求福斯下下部分內容你就算 所以這余大雷真的很大雷 雷爆了余大雷想幹嘛 他爆雷 這余爆雷 真的叫余爆雷 我剛還在你節目之前 我還看一下原文 余大雷他是說 他有特別你剛剛講到重點 他有說我不是說軸心 我是說他們的聯盟 因為他軸心那個字 Axis跟聯盟是不同的字 他還特別強調這個 來我們看一下旭誠哥剛才提到 來大家看這一段 就是這裡 我把他字放大一點 大家可能看清楚 有沒有 這裡他說 剛剛看到 We're working together 有沒有這裡他講到的 他就說 Country is working together But not an axis 就是軸心國的軸心 現在怎樣余大雷是 美國戰略指導者嗎 還是 我看不太懂 我覺得余大雷真的 大雷到極致 他代表一件事 面對邪惡軸心 我們是敢Fight他 雖然我沒有說他是軸心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準備好對抗中國 而且還包括他背後的惡國跟伊朗 你看他下一段 他下一段他是說 他們在一起 他們已經在一起了 所以無論他是不是叫軸心 或者是聯盟 你看他 他已經把那個 你剛剛講的模糊的東西 他去掉了 他是外交人 所以他很清楚這種 用措辭的差異 你他的不領事 他一定知道了 對 這是大家都會看著書 所以你看他這一段 更赤裸裸了 他就說 我 我不管怎麼稱呼他 軸心也好啦 聯盟也好 他們就是在一起了 那我們就是要Fight他 一個我們叫台灣 不但是對所謂的 他們口中的中國 就中國大陸叫囂 說我們準備好了 連伊朗 連俄羅斯都包進來了 那我們現在是怎樣 變成美國的這個馬前竹囉 我們的駐美代表 我們的首席外交代表 在美國的主流媒體訪問 拋出來 指控中國 俄羅斯 伊朗 已經沆瀣一氣 那我今天要代表什麼 代表民主聯盟 對抗他們 然後我已經準備好作戰了 請問你有得到我們 兩千三百萬人的同意嗎 你到底代表誰 你只能代表外交部 你只能代表你的身份 你是駐美代表 協調台美事務 協助在美的僑民 你的任務有包含這個嗎 宣戰嗎 去引戰嗎 去對俄羅斯 你是一朗叫囂嗎 你到底是什麼身份 誰允許你做這些事情 你預約了你的職權 然後你還大大的放在我們的官網 我看到台灣那個字很大 我明明是Tekro 可是他 他卻把台灣放得很大 變成意圖在 外國人看起來就是台灣代表處 這當然是他 我覺得是民進黨 玩的小把戲 就左上角 但是余大雷 你是誰受益你 你有什麼身份 做出預約你的職權 這麼重大的發言 尤其是在兩岸現在風雨飄搖 聯合利劍壁剛落幕的時候 你等一下引戰嘛 而且你不但對中共叫囂 你把伊朗跟俄羅斯也包進來了 我覺得我真的太沒觀止 所以我說這個 大家都要學 納坦雅虎是不是 反正我現在一個敵人不夠 我還要第二個敵人 第三個敵人 我打加薩不夠 我還要入侵黎巴嫩 然後打伊朗 那你現在賴總統你任命的 全權任命的駐美代表也是一樣 要引戰嘛 我們不只中共嘛 我還有俄羅斯 伊朗 大家一起來 莫名其妙的 你是什麼思維 你是首席外交官 你搞的是一個軍事的 一個挑釁的宣言 你到底是代表誰 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用心直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 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 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ES 推出的新品 KE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論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E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或是海邊 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E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KE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E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 孕婦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852會有更多折扣喔